我為什麼要回來雲林對不對 對啊 這個要從我小時候開始說起來 本來我小時候跟一般農村小孩沒有什麼不一樣 家裡很忙的時候我就去幫忙 然後有朋友出去玩的時候我就跟他們出去玩 長大一點就會想要跑到市區裡面去看一看 這樣的生活一直到我15歲那年才開始有一點改變 15歲 阿翔那是15歲 因為我們15歲的那年 舉辦了一個叫做農業博覽會的活動 你剛剛講那麼多 這活動好大喔 他其實是Cue的名字 音箱也這麼小 對 我想想看 草根藝術記 草根藝術記 草根 好厲害喔 這名舉得好文洋 對啊 就是草根藝術記 雲林憲當然草根藝術記 是為了我們2013年 農業博覽會 現在倒數 即將開始倒數一年了 從明年的12月25號我們要開幕 那草根藝術記其實是農業博覽會裡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奏 一個鋪陳 因為我們除了農博的主展廠在湖尾之外 我們全縣有20個亮點社區 那這20個亮點社區裡面 我們先由我們今天草根藝術記第一階段四個社區 來開始進行草根藝術記的一個活動 那其實除了農博之外 其實這個文化的活動在雲林縣 從今年下半年各位應該知道就是 建設府辦了一個秋風藝術記 那秋風藝術記我們是希望把全國性的或國際性的 一個文化藝術的展演的活動帶到雲林縣來 那帶到雲林不是只放在抖六 好比說我們的優人神谷是在北港 然後上禮拜的朱中慶的打擊樂團在西羅 然後我們的半番秀 韓國的半番秀是在虎尾 那憲老師希望說整個文化的一個設施文化的活動 我們雲林人不一定要跑去大城市 我們在雲林縣就有 在雲林縣不是只有我到六次 我們是希望說每一個兄弟都有文化的活動 那這個秋風藝術記我們剛結束 那接下來緊接著進場的 開始來要呈現給大家的 是完全不同於秋風藝術記的 是我們在地的一個文化的藝術 而且我們的尺度是跟生活有關 是跟社區到社區這邊 那我前天就帶我女兒四歲 我們去林北社區 那我覺得雲林縣的社區 其實跟都市的社區是完全不一樣 小朋友去一個社區 整個堡是嗨到爆 那天除了在理事長那邊 那天剛好碰到那個 我們吳老師剛好進住 我們特地去看老師住的地方 那是背包可愛的地方 上去樓梯還敲到頭 但是我們感覺就是 那剛我跟吳老師講 就是其實我們在地的文化 我們除了農村的生活之外 我們其實在非都市 尤其是我們這種農業縣 就在瑕窟就在蒸陶 我們很多東西其實是相當有趣 那透過我們藝術家的註點 能夠跟我們的社區的生活 融合之後 其實有很多新的組合 新的我們講說創意可以出來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把我們的生活 呈現給大家 那舉例像我們這個週末 其實像三節社區 三節社區現在也變成全國性知名的 那其實我們幾個亮點 包含留錯 還有我們熱來 然後海沙裡 海沙裡明年的農曆年 可能也是一個超級大爆點 我是認為說 其實雲林縣在整個文化的東西 我們有國際性的 全國性的 但是我們有在地性的 我們也希望把它拉抬到全國性的 最重要的是 在我們藝術家老師們的註點 跟我們社區的爸爸媽媽 還有我們的小朋友 大家一起互動 其實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認同 對我們自己的文化 可以做更深的了解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除了是農業首都之外 我們的農村文化 可以從雲林縣 開始把它凸顯出來 草根藝術記 讚 5 4 3 2 1 好 大家三次 好 大家三次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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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